请进 如果你不太满意 我可以帮你重新找一个地方 太棒了 真的吗 我是说真的很棒 非常适合你准备新开的 什么来着 扁链爹 一间图书馆 我一直都很想拥有 像这样的图书馆 图书馆 给人看书的地方 现在还有人去图书馆吗 就给我自己看的了 不管怎么样 先拿好你的钥匙吧 拜拜 猪猪 祝你好运 马迪再见 他看起来总是很着急的样子 开始工作咯 哇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书 很早之前我就知道自己有某种天赋 读书的时候 羽羊和画面会变得活灵活现 我会完全地沉浸在书中的故事里 哇哦 因此我很爱看书 喜欢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我常常灵感迸发 做出了许多有意义的发明 不过 这些发明带来了太多的关注 让我很不习惯 我希望能回到从今平静的时光 所以我来到了这里 有了这间新的图书馆 我不仅可以随时看书 还可以学习不同手艺 继续发挥创造力 每读完一本书 我就会在卡片上记下最喜欢的语句 收集灵感 我很少出门 繁华喧嚣的城市环境 让我无所适从 我只习惯一个人待在图书馆里 就这样 我拥有了想要的一切 但总感觉好像缺了点什么 你 跑哪儿去了 要是让我们抓到 她就完蛋了 刚才好险啊 对了 谢谢你啊 我是猪猪 你还好吗 我叫姚晓明 我没事儿 只是刚刚在公园闹了点误会 小小明 又是你 我老闯祸 常常被人家误会 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我的图书馆 飞机 你喜欢飞机 我有好多关于飞机的书 你不生气吗 没关系了 这个修一修就好了 我总是这样闯祸 这样下去 我一个朋友也交不到了 你喜欢狗龙吗 狗龙 我喜欢 我喜欢 这本书很有趣 我们一起看吧 故事时间 现在开始 在遥远的侏罗继续一遍 地球上生活着庞大的恐龙家族 他们统治着海洋 陆地和天空 猪猪 这一切都太神奇了 每当我看书的时候 我都会进入书的世界里 那是什么 这是迷惑龙 它就像龙房一样大 那只恐龙叫什么 这是方神异龙 我们去看下一本书吧 走 猪猪 我要转换了 走 小苗 小心 我还要再看一本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猪猪 刚才好酷啊 原来和朋友一起分享故事 一个人有意思多了 你应该开放这里 这儿就像一个博物馆 收藏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哦 是哦 我可以给这里起名为故事博物馆 太棒了 你这里有漫画书啊 有一个很棒的篮球漫画系列 我一直都很想看 这么多的漫画书 找到你要的那本书了吗 刚才玩得很开心 谢谢你的漫画 简直太好看了 现在外面安全了 我要再去打毁球 好吧 拜拜 拜拜 对了 猪猪 我明天再来哦 好啊 明天见 猪猪 救命啊 小苗 发生什么事了 走 这是什么地方 我看着他跑进来的 今天一定要找到他 让他道歉 小苗 出来吧 小苗 我看到你了 我不在 你找到他了吗 打扰一下 打扰一下 你们好 我是猪猪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朋友 你看到过一只穿着篮球衣的河网吗 他 他到底怎么了 ,你看你看 这都是他干的 他的球每次都不长眼镜 而且他闯了话就跑 连句对不起都没有 他想不想一起打球了 我想他应该不是故意的 他跟你们一样很喜欢篮球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篮球高手 这是小明最爱的篮球漫画书 最近很火的哦 这个漫画太酷了 快看呀 这个家伙太好笑了 哈哈哈哈 有这么好看吗 这头牛灌篮动作跟我一样帅 哇 之前弄得那么乱 对不起了 珠珠 谢谢你的漫画书 那我们还要找邀小明吗 他还没给我们道歉呢 对不起 算了 还是回去打球吧 下回见 小明 小明 我终于走了 珠珠 你刚才不害怕吗 其实没那么可怕 他们很喜欢漫画 就和你一样 是吗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 哦 对了珠珠 这些卡片是干什么用的 我在上面记录喜欢的想法或语句 作为灵感的来源 哦 哦 这张不一样哎 上面有你的红眼镜 哦 我希望拥有一个朋友 和他分享我喜欢的东西 嗯 有时我也会写下我的愿望 如果我能调起一张愿望卡片 说不定那个愿望就会实现 哦 珠珠已经实现了 因为我是你的朋友啊 嘿嘿嘿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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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我开始期待 能够和更多的人分享精彩的故事 嗯 这也意味着 我的生活开始了新篇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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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